我小時候啊 其實我小時候比現在還要厲害 妳說過蔣公中正的腿喔 我跟妳講還是每天喔 蔣公中正耶 不是啊 不是夫人喔 我小時候啊 還是還有別人的腿 沒有... 只有那條腿 沒有 妳知道嗎 我小時候啊 我三歲半 四歲半 五歲半 我得過全國的民主舞蹈冠軍 我那時候念的是 蔣夫人的學校 叫會幼幼稚園 我也是念那個 真的 真的假的喔 我也是 她也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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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三個小友在這裡 她的校友都在這裡 校友... 我在總統府的隔壁 總統府的隔壁啊 對... 那旁邊 妳在哪裡啊 這個在會幼幼稚園的 那個每天我要去的禮堂 中間那個是什麼 中間這兩個都是英國的大師夫人 然後有一個被捏臉的是什麼 那是我啊 是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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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妳拿誰的照片來的 沒有 我要回去拿大師 沒有...賈夫人每天她看到我 她就會說 雪兒 雪兒妳好可愛 對... 妳知道每天都要去看妳嗎 每天 因為我們班上同學 就大家都... 這也是妳 對啊 妳看我那個時候 已經會這樣 嗨 哈囉 而且妳還擺一個姿勢 對... 因為我每天都要去 這個是日本大師夫人 對...妳看我每天 我每天就是唯一的 我們班上就說 大家穿制服嘛 然後我... 我說我穿表演的衣服 因為我... 蔣夫人一到 每天中午前 差不多十點多 我就要馬上去禮堂 然後表演給他們看 看完蔣夫人就會叫我下來 就會說雪兒 然後他就... 你知道在那個年代啊 妳要吃這些手工的什麼 太妃糖 巧克力 巧克力 然後餅乾 都是一流都是做給蔣夫人 跟這些大使吃的 還有什麼余佑任啊 所有的 好厲害 真的嗎 真的耶 我的媽啊 老師老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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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照片的訊息實在太豐富了 太太高人了 OK 而且還好啦 我跟你講 哪一個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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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跳這個老飛翔 是全省冠軍喔 妳是說妳是老飛翔舞蹈大賽 我是台灣第一個喔 我是在三軍球場 總統府前面那個 妳是表演是分類的嗎 所以說妳跳老飛翔 就要跟老人見面 是這樣子嗎 不是... 是因為我常常在江夫人的學校 余佑任是放在仁愛路圓環中間 那個銅像不是嗎 是的... 她已經很老了啊 那時候已經很老了 仁愛路圓環中間 那個是余佑任吧 那我都現在才知道 就是那個老飛翔啊 真的嗎 本來是有一個男生追我 然後呢 他就把他車子司機給我用 那我就很開心 結果我在車上講了所有的東西 他司機回去通通報告 那他就知道我跟我的女朋友 要去洛杉磯度假 然後呢 我就是... 他偷偷聽到妳的行程 然後買妳旁邊的座位 對 買了我旁邊座位就去了 我就想逃跑 他就跟我講說 沒有...我帶妳去好萊塢玩 妳不要走 那好萊塢他就認識誰呢 認識Sharon Stone的弟弟 Sharon Stone的弟弟 Sharon Stone的弟弟 然後呢 他說 剛好Sharon Stone呢 要開派對 可是去每個人一定要穿禮服 那男的要買Taxedo 他想了三個小時沒買 我跟他弟弟Sharon Stone 他弟弟認識以後 他就問我說 你也是明星 我說 對啊 然後他們就說他都是明星 那你認識Maggie嗎 我說 Which Maggie 對 他說 旁邊的人都張曼玉 我說 Of course 我當然認識他 因為他是明星 我當然認識他 可是他會錯意了 妳跟Maggie張本人不認識 可是那時候Maggie張 已經認識我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 金龍獎 金龍獎就點了 因為張曼玉以前跟爾東森在一起 那爾東森跑到台灣來拍戲 我是那部戲的林彥 就跟他們就認識了 然後拍了很多照片 林彥覺得差要這樣講 沒有...拍照回去以後 張曼玉就問爾東森 這個女的是誰 你有跟他在一起嗎 還打電話來質問我 嚇得我樣子 你說張曼玉本人打給你 就是叫爾東森打電話來給我 證明說我們兩個沒事 這個故事才值得炫耀吧 對啊 為什麼林彥演的照片 會被落入她眼中 因為就是我們兩個人 然後是這樣子 是妳去找她拍照的 沒有 我很不喜歡拍照 那結果是誰促成這張照片 我也不曉得 結果她還放在她的... 不要披下台是哪裡 去被張曼玉給翻到 所以妳就跟上榮史東的弟弟說 Maggie妳認識妳喔 她就說 那她在墨西哥的婚禮 妳怎麼沒有來呢 我說我不知道她在墨西哥結婚了耶 然後說對啊 她的婚禮 我們大家都有去啊 很開心啊什麼的 張曼玉在墨西哥的婚禮嗎 對 我們記得她有結過婚耶 然後呢 好 然後... 所以妳很厲害 我們在場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完了以後 我就回台灣來了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上過頭條 對 頭版頭 我這一輩子做演員到現在 沒有上過頭版頭 結果妳上了頭版 然後我回來以後 就有一個記者是名聲報的 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到人家來聊天好不好 妳在美國有沒有照片 我說我有那個跑車的照片耶 很漂亮耶什麼 她說我來看看 她說去 我就跟她講 從頭到尾 但是skip 就是沒有講男生追我 我說我碰到張曼玉的朋友 張曼玉在墨西哥結婚耶 他們說婚禮好漂亮好大喔 她說真的嗎 她就很耐心的聽 聽完了 我想說 這個人可以問我 應該全世界都知道 張曼玉結婚 因為我這時候 那是在美國待了快兩個月了 所以我想說 既然有人說一定是... 我一定不是第一個知道的 回去我就跟這個記者講 講完第二天早上 我在睡覺的時候 就有電話鈴響 而且是香港的記者 喂 請問那個樓小姐 真的很像喔 好像喔 你哪裡啊 我是香港的那個 什麼報的記者啊 我想同她問一點問題 問什麼問題啊 她說 聽說她說張曼玉結婚了 我就啪 掛掉 這什麼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各大報記者一直打電話來 對 就是那個頭版頭燈 說妳講的 說我講的 張曼玉已經... 然後他們就去查到這個 她嫁的人是誰 結果 然後就說他們在墨西哥 已經寫婚了 真的有這件事喔 真的有這件事 那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好像姓宋吧 不是明星 對 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你知道嗎 都跟我有關你 都起來就是她得不到耳中聲 她就憤而放話順 對啊 因為她還講是張曼玉 此生罪憤的人是她 應該是我 因為她跟我數位謀面 對啊 結果被妳連累到... 被我連累 妳看 又跟耳朵聲 一定吵架嘛 看到我的照片 再來她結婚是秘密結婚 跑到墨西哥 躲起來 在康熙妳又把兩件事 重講一下 妳說 如果以前張曼玉 妳是不是也有 五百三八十年 大概我四十七八歲的時候 然後就在仲介公司上班嘛 每天接到一個電話 其實就是陳靜欣打來的啦 真的耶 因為她在找房子啊 然後她就...她就說 每天在找 妳怎麼知道她打電話 妳就知道是陳靜欣 我問她姓什麼 我姓彈 就是聲音很厚 很重 很低 她越講越急 越...那個聲音很狠 因為姓陳的人那麼多 你不知道是陳靜欣 我很確定 看點也姓陳 對 也姓陳喔 但是我聲音比較溫柔一點 不一樣啊 那個聲音真的聽得到 請問她在電話中的電話 有禮貌嗎 比方說會說謝謝或者什麼 妳在家裡要走嗎 她那個口氣都這樣 然後會越講越急 越來越急 所以這故事的破綻是說 她根本就沒有跟她本人 確認過她是陳靜欣 她現在要講...要來了 我也不敢讓她看到我是誰 我坐計程車就這樣躺著 看看有沒有 躺著 對啊 跟她上火一下啊 對 真的要... 妳是躺在這裡的後座 可是像司機不會覺得 她行動很詭異 沒有 我有跟她講 那可能是陳靜欣 我們來看看 她就... 妳跟司陽 司機不嚇死啊 對 結果有沒有人呢 沒有人... 沒有人... 可是第二天她的摩托車被在那裡 被找到 結果就看到那裡有鄰居 爸爸媽媽帶小孩的 那我們一定要跟她講 妳小心一點喔 搞不好她在這附近這樣子 我就真的跟她講 妳跟陌生人這樣講 對...結果那個陌生人 是士林分局的什麼小隊長 沒有... 第二天喔 她帶了一票人來 她打電話來給我 等一下 她相信妳的故事 對 她就說 我是哪個分局的隊長什麼 我說她要來找我 我就帶了鑰匙 然後去到那邊 把鑰匙交給他們 警察就上去 上去他們就全部要往二樓衝 對 我說這個樓下真的一個洞 搞不好她從上面... 上面會跳下來 一個在這邊堵啊 結果有看到她本人嗎 不是...我還沒講完 結果我就躲到後面 妳知道嗎 結果他們就一個警察又跑過來 林小姐 門打不開耶 她多緊張 妳不是要給他們鑰匙嗎 我跟你講 那個鑰匙還... 有點不好開 還非要我來開 結果媽媽是拿那個破門槌 去做 還轉開了 對啊 我拿破門槌 我又沿著腳透光腳 去把門開了再跑掉啊 裡面結果攻進去沒有人 可是他的摩托車那天就找... 摩托車就找到了 對 所以妳沒有見到他本人 在哪 在天母西路那個豆漿店 真的 我不騙妳 在那個地方 因為那時候我住在 他那個大樓的三樓 然後有一天大概清晨 也是那個時候 就清晨大概還不到五點 就有人按電名 我迷迷糊糊我就去開門 對 我就出去 我把門鎖起來我就出去 去看誰來 結果一個很年輕的男生 他到二樓喔 到二樓找他阿姨 可是這個也不是什麼好人 你知道嗎 他阿姨不敢開門耶 不敢開門就在那邊跟他講 他來跟他要錢 跟阿姨要錢 跟阿姨要錢 結果我下去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對面 有一個騎摩托車 那個安全帽都沒有拆下來 是藍色的安全帽 然後那個身體 就像陳靜欣這樣 很結實那種身體 姐姐 安全帽沒有拆下來 你可以拿 我跟妳講學頭到尾 從那個男生進來要錢喔 妳看時間多久 他那個安全帽都沒有拔下來 妳真的... 我實際上我... 而且他在電話裡面 也沒有講話 對啊 我不是說還有兩個女的 在幫他找房子嗎 結果就是他老婆跟他小弟子 沒有 那兩個女的還被我找到了 在三重 在賣房子的 對 後來警察也有問過 我說我已經找到了啊 我有跟警察講嗎 妳有去問那兩個女的嗎 我跟妳講 我一進去兩個臉都變了 OK 妳有沒有說你們是不是在幫陳 進行找房子 我沒有 我就放了一圈 我看他們臉變了我就靠了 喂... 喂... 是誰不講道理 是誰不講道理